嘩 待會浸泡一下旁邊有幾個有心靜 帶錯了我去上一層 試了兩塊,然後再送兩塊試吃 好,好,好 你記全區不用錢的 這個很划算,300元 即開的口袋 準備回到曼谷的這一程 去7000 買了這個Burger 是泰國7000 必買的食物之一 到了我們在曼谷Stay的這間酒店 很新鮮 因為還沒時間到的關係 我們先去對面吃東西 很有Dollar Ammo的感覺 很高價錢 原來是我的船 哈哈 來了這間最主要吃牛肉船麵的餐廳 我就點了個炒飯 牛肉就留給我的朋友 另外點了個雞翼炸得多香 炒飯也不錯 好夜味 另外點了甜品 都挺精緻 不過大部份都是偏甜一點 開水 開始了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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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露台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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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沒有浴缸 有一個小的客廳 小的餐桌 它直接有三腳插 有一個電視 正常的衣櫃 有一個拖鞋 你要不要拖鞋? 這塊全身鏡 我們看看這個景色 嘩 這個酒店的頂樓還有Infinity pool 可以游著水 做健身 攤著 看著曼谷的黃昏 還有一個小小的日式草堂 接著我們去附近的餐廳吃個飯 這個泰式的鳳酒和我想像中的不同 這個飯是深型的 尼曼谷一定要去這些Sky Bar 雖然我有些紅糕 但景色真的挺漂亮的 好 去Jelish Beach 為什麼是2Jelish Beach 這個油眼 油眼是VLB 對 之後我去了酒店附近的酒吧 再喝一杯 乾杯 這間酒店是包自助早餐的 款式不算太多選擇 不過都可以的 C.P.Fresh Market C.P.Fresh Market 因為還沒時間可以Check in 所以在附近逛逛逛 隨便找這間餐廳進去吃東西 想不到這個雞飯很好吃 這間酒店會用Golf車車去房間 雖然走過去也不太遠 但一下子的服務員帶錯了我去上一層 誰知道原來是在下一層 不過它也很友善 服務也很周到 這裡到了 挺舒服的 這個很瘋狂 很大 對 室機也很友善 我看到沒有窗 但原來是有一個小的舞台 但其實這個位置很大 為什麼要這麼大的位置 小的 其實也很特別 這間酒店最勝利場就是這個泳池 有種希臘風格 走到最遠還可以看到何景 在廟門口已經有很多間可以租台服來穿的店 我隨意選擇一間入口對面 200匹中衣服 連上整頭 可以穿進去拍照 只要6時回到店舖上還衣服就可以了 建議大家可以3-4點之後來 不要太曬 還有可以看到黃昏 之後來了這個新開的ICON CM 這裏有點模仿 這個水上市場 有很多東西買 當然在室內有沒有這麼熱 當然在室內有沒有這麼熱 也挺漂亮 其實不多人管的東西 很舒服 今天在這裏吃的時候 我去吃雞蛋 就吃了這雞蛋 我吃了很多東西 我吃了很多的東西 我吃了很多東西 會感濁 這裏是混種榴槤 貓山王加金枕頭 雖然不算很便宜 但店員也很友善 還讓我試吃 不過我覺得普遍這個旅程 看到的榴槤不算太便宜 所以隨意吃一點掛口癮 現在吃榴槤 這個一塊是200元 可能四十多元 好像也不太便宜 我試了兩塊 所以我送了兩塊試吃 是奶油一點 可能是沒有生粥 我只是流淋了生粥 它會解掉的 醃味 吃完榴槤再喝芒果汁 芒果汁沒有了 每一晚的7點8點9點 都會有這個頻傳音樂show 我還是聽廣播才知道 千萬不要錯過 都沒看到手要喝 你也買了 喔 走 他很不像 十分鐘 本年運在 發生 厲害 我還沒看到 發生 來 不要 看完展示範,進來逛一會兒就叫Grab走 有很大的媽媽 這是晚上的酒店 從這裡走出去都可以見到河 有少許飲料,但酒店裡的飲料比較少選擇 所以我去了旁邊的那間 叫了一杯Blue Hawaii,看著河徑 超舒服,很輕鬆 最後一晚的宵夜 糯米飯,迷你的 還有這個Grape Food的酒,很好喝 好搞笑啊,Discord 他幫你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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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有點久了 回到Big C Central World 先去這裡 然後去水門走 在Big C的總部三樓 有一個行李寄存區 不用錢的 所以我先在這裡放下行李 今天晴天步步失效 現在有點下雨 但不要緊 我今天的行程大概都會在室內 你吃水門雞飯 這是自己吃的 雙雞,有炸雞和普通雞 用快點來吃 這道湯 再放在這裡 沸泥 看看我的菠菜 鮮饭 在这个水打点入盐 红粉 我們去購物 應該有餐廳 我們不可以去看看 我來這邊 餐廳就變得像 必須禍中 這邊的餐廳 是買衣服 我應該走過去 不買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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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划算 300元 全身 它真的會幫你拉筋 本來我的腿 我的腿很痛 因為在泳池拍照 有影響 很會 現在就好一點 走路都好像怪怪怪的 它的力度都不錯 都不錯 但是它的地方 就不算是十分乾淨 你看這邊多走一會 可能就去中間 之後就走 其實不會特別走這裡 我打算看看外面有沒有市場 但香港市場 都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熟成的 一邊走去鐵站 一邊看什麼東西 這間蘋果 很美 這間蘋果 都是四面粉 究竟哪個是真正的 還是不同的 最後購物時間 最後購物時間 我覺得大家可以走進去 其實吃多一點雪藥 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打算在外面 那裡有個美食 但是我打算 因為記仓的時候 會弄得太久 所以我只會先進來 不要太多 好像滑吞麵 這間有即開的蘋果 這次的巴提雅曼谷之旅 就來到這裡 記得LIKE這段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旅程再見 拜拜